那个故事呀 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那时 欧夏和狼秋尚未分离 而故事的主角 也还没有得到自己的名字 为了方便理解 咱们姑且叫她女孩吧 打从济世起 女孩就一直在一座 灰沉沉的孤儿院生活 那座孤儿院不大 同工也就两层楼 却容纳了一百多个 无家可归的孩子 在这样的环境里 除了他们自己 任何东西都充满了吸引力 玩具是抢手货 书籍是奢侈品 一顿带肉的晚餐 更是抢者的专属 也就是说 孤儿院的孩子们 从小就学会了竞争 想玩的自己争 想吃的自己抢 如果有谁不满 那就用拳头说话 很不抢 女孩那时还不够机灵 她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却固执地总要挑战那些手握高点霸占玩具的孩子王 所以 她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排挤 她是一个平凡的人 其实长大了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特长 若不是机缘巧合 我们今天应该也听不到她的故事 这种人 我们一般叫她傻瓜吧 不过那个时候 即便每日都在咀嚼难以下咽的剩饭 清洗衣服上总也弄不干净的鞋印 她仍旧心怀希望 期待生活能在自己的乐观中迎来转机 咱猜 也许傻人真有傻福呢 在一次演出活动的筹备会上 女孩竟然抽到了扮演反派公主的纸条 对 就是特别讨人厌的那种 高傲 自私 刁满 空有一身华丽衣裳 可就是在那个瞬间 她突然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甚至在点点泪光中 畅想起了自己的未来 没想到这人还挺喜欢饮坏蛋 其实也没有了 只是她明白 在某个特定的空间与时间里 所有斑斓的光束 所有观众的视线 都只会投在那些穿着公主裙的女孩身上 尽管那是一个没人愿意抢着眼的反派 但女孩也相信 这样的舞台 足以为她创造一个 能够离开孤儿院的奇迹 不知为什么 她就是相信 自己会被上流社会看中 可以一夜之间从麻雀变成凤凰 即便在相信的同时 她也深深知道 那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她只是需要幻想 一个幻想破灭了 还会有下一个幻想 不如说 那个演出的机会 反而是她所有幻想中 最接近真实的一个 毕竟公主的衣服是真的会闪闪发光 而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 她也真的会穿上这样的衣服 成为一个比任何人都要体面的存在 当然 更重要的是 这次根本不会有人和她争抢 这提供了幻想最重要的土壤 就像多年以后 她会见到很多人 他们幻想自己会死在一张温暖的床上 亲朋好友都围绕在自己身边 一生 了无遗憾 是啊 一切至少应该如此 只要 那天晚上没有停电 停电 这也太突然了 难不成是 谁知道呢 毕竟在那个年代 家家都还背着蜡烛 停电并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 说不定 她就是和面包片沾满果浆的那一面 突然掉在地上一样 倒霉而又俗气 只是因为她出现在女孩在舞台上开口的瞬间 这才会成为改变她一生的意外 自然 那时的女孩还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她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不断地 不断地想 是不是 她登台的时机不对 是不是她踩到了什么不该踩的装置 又或者 是她根本 不配成为一位公主 一位上流人物 无论如何 在这样想过之后 女孩终于鼓足了勇气 作为这个故事的结束 她捏着不属于自己的公主群的裙脚 在灯光重新亮起之前 逃离了舞台 也逃离了孤儿院 就此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 也从此 成为了一名骗子 送去 嗨 咱还开开心心的 你这么低落干嘛 作为说故事的人 咱可以向你保证 女孩 已经找到了她的答案 就算没有舞台和公主群 也有人愿意为了见她而来 所以 出于感动 也同样为了纪念 那个女孩拜托咱 想让咱把与公主群相衬的皇冠 送给她的朋友 作为临别的礼物 不知道 她愿不愿意收下 这太珍贵了 我 你要是不收 咱这桩生意可就黄了呀 你不会这么狠心吧 我愿意 谢谢 这还差不多 虽然现在气氛很好 但我姑且还是问一下 为什么灯 现在反而成了 不敢靠近我们的人 生意 神og 些人 出与 把 呃 坐 半